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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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比較不會善於溝通 把自己的愛表現出來的時候 希望可以透過我們愛心的派 打起愛的橋樑 傳遞愛的價值 音樂 有一天女兒生日 她就是等爸爸下班 就想要再吃一次 爸爸曾經親手做的法式派 爸爸就回憶起 那時候去歐洲度蜜月的時候 有吃到一個法式的派 她就研究食譜去做這個派 讓派的製作過程中 把這個愛的傳遞給女兒 所以因為這樣就開始有這個 凡尼豬這個品牌 凡尼豬是以前專售 歐式顯派跟甜派的 一家法式創意西點的店面 凡尼豬它品牌 其實已經經營七年了 那法式派 源自於歐洲的米其林餐廳手藝 然後後來我們的產品 又得到了這個米其林的認證 所以我們在業界有一個稱號 就是源自米其林的手藝 得到米其林的肯定 我們是以西班牙三星的餐廳的做法 然後來台灣來這樣做 所以是比較純正的做法 因為我都是以飯店出身 所以我對於品質會比較要求 其實台灣的食材是不錯 但是國外的某些食材 會真的勝過說台灣的食材 所以我們會使用說 例如四例的有機紅泥麥 我們甜太皮呢 我們就會加有機的紅泥麥 因為紅泥麥屬於低卡的 以及日本的鑽石滴粉 日本麵粉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真的 纖維質會比台灣人來得好 蛋白質難些 現代人都不喜歡太油膩 以及太甜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在食材挑選上 我們就會選擇 就是對身體負擔比較少的 派型 非市場主流的方形 原型派 採用的是新型派 用心的巧思 讓客戶不管在節慶送禮 明月蛋糕 生日禮物 讓客戶多了一種特別的選擇 本身是一個甜點控 我喜歡吃甜點 然後後來我就去網路上 找一些特別的甜點來吃 那剛好Google上的時候 看到他們家的這個網站 主打天然的食材 低熱量不會太甜膩的 我最愛檸檬派啊 另一個很重點 其實因為檸檬派 本身檸檬的東西是酸嘛 所以很多人就會膩 他們家不會膩啊 所以其實你搞不好 還可以再吃其他東西 或是我們一般我們下午茶 你可以喝飲料 喝咖啡或什麼之類的 現在上班族他們會覺得說 熱量太高 他看到比較可以降低熱量 他會比較覺得負擔比較少 今年的交際會統計嘛 就是公司員工最幸福的滿意度 其實就是下午茶 然後剛好第一類別就是派 是他們員工最喜歡的 我們最大的核心是愛與關懷 還有就是同理心的價值 那主要是我們會傾聽客人的一些想法 他們喜歡的是什麼 透過他喜歡想要的去研發 然後表達這個愛與情感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品牌核心價值 詞曲 川島 community 詞曲 李宗妙 李宗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